美国驻南非大使日前指责南非秘密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但是遭到了南非的回击 称美方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 有专家就指出 美国为了本身的利益经常发表不实指责 使外界难以相信美国的说法 美国驻南非大使布里吉特日前指责称 尽管南非创在俄欧冲突问题上保持中立 但仍秘密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对此南非总统办公室回应称 美方尚未提供任何证据 南非方面正调查此事 并批评美国大使的言论破坏了两国之间的合作与伙伴精神 有南非专家表示 外界不能相信美国国务院 南非总统办公室还补充说 打击南非的经贸发展 南非政府正在对美方的指控展开由一名退休法官领导的独立调查 南非是俄罗斯在非洲最重要的盟友之一 但一直坚持在俄欧冲突问题上保持中立 并在联合国关于战争的决议中投了7选票 奉皇为西萨伊德 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